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深的歌唱水平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周深的歌唱实力非常出色 他的音域宽广 技巧娴熟 能够轻松驾驭各种曲风和风格 同时 周深还能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歌曲中 使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这种真实的情感表达让韩红深受感动 也让他对周深的歌唱水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台下的大咖们也纷纷赞同韩红的观点 他们认为周深的歌唱实力确实非常出众 他的嗓音独特而富有雌性 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同时 周深在演唱过程中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舞台表现力 也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每一次演唱都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和震撼 让人们对他的音乐才华赞叹不已 韩红给人的印象 一直都是音乐大佬 唱歌了得 高音吓人 很少有歌手能和他匹敌 人品也没话说 是明星中常年做公益的存在 这让他在娱乐圈却成了无人敢惹的存在 靠着一副好嗓子 叱咤歌谈几十年 人气也从来没低过 然而最近韩红隐藏多年的背景彻底瞒不住了 被曝光后 才明白这些身份才是让娱乐圈不敢得罪他的真正原因 这些被韩红隐藏起来的背景都有哪些 别人不敢得罪他又真的是因为这些可怕背景吗 军人身份不简单 韩红不仅是位歌手 更重要的身份他是位军人 经常能看到他穿着军服唱歌 如果网友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韩红军服肩膀上是两条杠四颗星 在部队 一条杠是位 两条杠就是像 而一星到四星分别就是少像 中像 上像 大像 也就是说韩红在部队的职位是大像 市政 副师职或者副军职了 再进一步就是将军了 在1986年 年仅15岁的韩红就参军了 喜爱唱歌的他本来想当文艺兵 但是被拒绝了 被分到了炮兵部队 在通讯战当兵 所以韩红是真正经历过训练的兵 这让他锻炼顽强的意志 在当兵的同时 韩红没忘记自己的梦想 幸得李双江老师的指导 唱歌的潜力彻底被挖掘 退役之后就开始了歌坛之路 用一首天路征服了无数的歌迷 就算你不喜欢韩红的歌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唱得真的非常好 成名之后的韩红又被特招进了空军部队 这回可是他心心念念的文工团了 还是副团长 所以可以正视场合中 韩红会穿着蓝色的军装 而大笑的军衔是他在2011年被授予的 而在2015年的时候 韩红选择退役 离开了爱了40年的部队 对于这个决定 韩红是很不舍的 当时还连着发文表达了心中的不舍 虽然离开 但爱你一生 我爱你空军 生为空军人 死为空军魂 即使不在部队了 韩红也始终有一颗军人的心 他也说到做到 在自己有能力后 就投身于慈善事业 只要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就有韩红的身影 家事背井了不得 有次在一个选秀节目中 有位选手表演的是相声 立马引起了韩红的关注 在和这位选手的沟通中 韩红说了不少相声的专业术语 还因为相声行业很看重传承 韩红又问了这位选手的老师 选手表示自己的老师是李金斗 听到这里 韩红也表示自己和相声有渊源 关系还不简单 他是刘宝瑞的孙女 刘宝瑞先生是相声皆大师级的存在 他不拘于传统相声的限制 融合了很多艺术的优点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相声风格 还有着单口大王的美称 刘宝瑞先生比郭德纲要高出两倍 如果韩红说的是真的 也就是说他在相声界的辈分跟郭德纲一样 当时就产生了很多质疑韩红身份的声音 觉得他这是为了炒作 他姓韩 怎么可能是刘宝瑞先生的孙女 这是韩红才第一次公布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的父亲是著名相声演员韩德江 是成刘宝瑞先生还是他最喜欢的弟子之一 韩德江不仅有相声方面的天赋 他自己也肯下功夫 肯吃苦 在刘宝瑞先生这里学艺的时候 把老师的相声功夫几乎学得差不多了 被视为刘宝瑞先生的传承人 作为韩德江的女儿 韩红自然就是刘宝瑞先生的孙女 他每次去刘宝瑞先生家里玩的时候 还会追着刘宝瑞先生的女儿叫姑姑 有次在一档节目里 郭德江也承认韩红是相声界的 可见韩红在娱乐圈地位的不俗 有相声界的撑腰 他的乐坛之路也不会太坎坷 而韩红的艺术天赋不止来自于父亲 更多的是来自于母亲雍希 作为一位藏族人 雍希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 可以说比韩红的嗓子还要再好上一些 雍希没有学过音乐 就是靠着野生的歌喉 吸引著名歌曲作家马卓 说是有一首歌要让他唱 一直渴望舞台的雍希立马答应 一开嗓子就征服了马卓 高声调还能唱得婉转悠长 就靠着这首歌雍希唱到了舞台上 还唱到了北京 这首歌就是北京的金山上 父母给了韩红歌唱的天赋 不俗的家世背景 加上他自己很优秀 想在歌坛发展 哪能不成功的 坚持慈善事业多年 除了这两点之外 韩红能这么受尊重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为中国慈善事业 做出的贡献 几十年如一日 不忘初心 韩红的那首天亮了 大家一定不陌生 这首歌让他更加知名 也是他走上慈善路的契机 天亮了不仅仅是感人的歌曲 背后的故事实在凄惨 一辆缆车因为超载从空中坠落 车上的三十多人 死去了一半 剩下的也是重伤 但是也有例外 一个二岁的孩子一点是都没 原来是他的父母高举双手救下了他 韩红知道这件事情后 就跑去看望这个孩子 就写下了这首歌 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未婚的他要收养这个孩子 做这个孤儿的母亲 因为这个孩子的亲属都在争夺其父母 留下来的钱 没人在乎这个孩子 同病相连的韩红就做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件最大的善事 08年汶川发生地震 震惊全国 韩红就把自己的一年收入全部捐出去了 为了筹集更多的善款 他就举办了一场慈善晚会 还邀请了很多明星来助阵 结果一些明星在知道这场晚会 是为了让别人捐钱 为了避嫌竟然爽约了 还有的人觉得韩红这是道德绑架 明星真的来了总是碍于面子 要出血捐钱的 面对外界的胡乱猜测 韩红顶着很大的压力 继续举办这场晚会 有许多企业和观众纷纷慷慨解囊 捐了不少的钱 深深感动了韩红 这位大明星痛哭流涕 甚至跪下来感谢这些慷慨相助的人 这场晚会让韩红看透了娱乐圈的明星们 在节目上说 中国的明星不算真正的明星 那些外国的大明星很多都很有善心 每年为供应事业捐出不少收入 而这些明星拿着千万片酬 却只想着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不仅的 小红队 小红队 不仅的 留意 不仅的 才看 在白车 我们 超级的 不仅的 外公 实际 感谢观看